英文的簡寫 C就是集集 B就是集集 E就是射集 CBE 控制的方式是開關控制 可以把訊號做放大 開關跟放大功能 他是用電流去驅動 所以你看他的這個 介入符號 CBE 這有兩種 電流方向是用箭頭代表 電流流向就是箭頭的流向 你要注意 控制的原理 B級就是一個訊號來源 這個訊號有的時候 C跟E才會導通 如果B級沒有訊號的時候 C跟E是斷開來源 他是當作開關 我這邊有訊號是用電流去驅動 用電壓去用電流 這個電壓是0.7V B級有0.7V C才會打開 如果沒有的話 沒有電流進來 C是斷開來的 是美馬導通 所以當開關跟放大訊號 訊號是在這邊放大 這邊只要小的電流 這邊要大的電流 C才會有大的電流 這是他結構 他裡面有兩種 一種是NPN型的 一種是PNP型的 我先講那個 NPN型的 像這一顆 在國中來說 就用1815這顆很方便才使用 那它就是NPN型的 NPN的念法是怎麼樣的 這邊C級 B級 E級 這邊為什麼叫E級 注意看有箭頭的地方 一定是B級跟E級的介面 E級是發射的 因為我們半導體有一個 不管是發射電子還是電動 它是發射用的 那C級是接收 那B級是G級是訊號輸入 這三個地方 那如果是NPN是怎麼唸呢 是這樣唸 從電路圖油上到下 是NPN 最上面你看這邊是C級 這邊B級是E級 一樣我們在講這個箭頭就是E級 BE介面的地方 NPN 我們剛才講B級電流有0.7伏特照的電流 那這邊大的電流才會下 這是那個電液體的概念 我也要先講一下原理 因為我們這樣量測完全是從原理來的 如果你完全不懂原理的話 你都完全只能死倍 你只是死倍那種普通 你不知道為什麼 那這個有NPN 另外一個PN 那一樣 你看喔 PNP你看一樣 我們這邊有沒有 這邊有個電流 現在電流的方向是電到 對 這電流是從這邊流過 有正到負 電流我們以前從國小 有這個概念 電流是從正到負 正到負 所以正就是P 負就是N 知道嗎 正就是P 所以N 這邊P就是N 這邊就是P 所以是PNP 這樣念 再看一下 這個是NPN型的 所以電流這樣流過 所以正到負 所以這邊P 這邊N 所以NPN 可以嗎 這兩種型 這兩種型